儿媳妇呀 这柚子有什么好拍的 赶紧干活 婆婆 你真的一连生活情绪都没有 小燕 婆婆是个大骗子 你怎么这么说你婆婆呀 结婚前她和我说 我进门之后和在娘家一样 什么都不用做 这不是挺好的吗 多好的婆婆呀 可我一进门她立马就变卦了 怎么了吗 我白天上班累得要死 我晚上回家还有做不完的假舞 我婆婆就是个甩手掌柜 小燕子 你肯定误过了吧 你婆婆一直是个勤快的人呢 阿玲 你们从小一起长大 你肯定帮我婆婆说话了 真不是啦 小燕子 我实话实说 好啦 小燕子 我陪你出去走走吧 我可以假装看不见 也可以偷偷的想念 直到让我摸到你那温暖 小燕子 你信不 即便我不在家 我婆婆家里的过往飘盆都得等我回去洗 这不得犯馊了呀 她才不管呢 那你有和她好好聊过吗 她那副为我独尊的样子 我才懒得和她说 我们换条路走吧 诶 那不是你儿子乎跟阿玲儿子乎吗 那么多玩不起 还剪出来玩 真不闲话 这有好几多没洗了吧 我不知道 昨天一开始我就生气罢工了 小燕子 你分啦 这次我就要和她好到底 好就好办 谁怕死 欣衣好 小燕子 我们走 小燕子 擦擦汗吧 我看你满头大汗的 谢谢啊 诶 你家用的纸都是大牌子的 我婆婆嫌太贵 用的都是一些杂七杂八的纸 这个不贵的 40包一整箱到手才60多 一包才一块多 亲肤柔软 湿水不易破 现在买可划算了 诶 你在哪里买的呀 这一箱新香印纸巾 是我在抖音商城 双11好物节提前买的 现在抖音双11爆款抢先购 还有好多商品低至9块9呢 左华贯抖音商城 或者直接点评论区 就能够买同款了 10月20号起 还有更多大牌好物翻价 一件利点不用臭 上衣神圈更超值 那我也去上面看看 诶 小燕子 阿姨多对嘴 我跟我儿媳妇关系这么好 你不羡慕吗 羡慕啊 可是关我羡慕有什么用呢 你婆婆脾气我是知道的 你别和她硬刚 都是我婆婆找我查呢 好啦小燕子 我去找你婆婆聊一聊啊 阿姨啊 阿姨你来了 这是你儿媳妇 特地让我给你带个柚子 说你喜欢吃呢 她肯定没按好戏 你看看你 一看口我都不爱听 何况是你儿媳妇 我又不是许她儿媳妇 听好话 那人家嫁给你 也不是给你做保姆的吧 要不是你把我老婆弃走了 孩子怎么会一直哭着要妈妈 儿子你不要走 我还不了你的儿子 我儿子不都是你一手带大的吗 我老婆从来不管 你今天怎么会哄不了 那不是还要做家务吗 你不是说家务也是你做的吗 儿子我撤了还不起妈 你赶紧把你老婆叫回来 我一个人瞒不过来的 我老婆一个人就瞒得过来吗 哎 嗨 这 我去吧 我去吧 我是行的 好的婆婆 那你们好好聊聊 我们先走了 好的 儿媳妇我去做饭 你尝一杯柚子可甜了 好那我剥完晚点和你一起去 好 我曾想过回来 嘿 嘿 嘿 醒过来 你很好 她也不坏 快快抹干眼泪 看她花多美 路过人间 无非一瞬间 每段并肩 都不过是擦肩 曾经辜负那位 这才被亏欠 路过人间 一致着轮回 心远远 儿媳妇吃饭了 来 婆婆 谢谢你一直默默付出 傻丫头 这是我该做的呀 你努力工作 我做好后勤 我们都在付出的 可是我在没工作之前 你也什么都没让我做呀 那是我行不住 才不是呢婆婆 我知道你是真心把我当女儿看待的 你也没辜负我呀 你那么努力 不就是在回报我吗 这就是双向奔赴的感情吧 婆婆 你真的对我太好了 别伤情啦 你之前还说我没生活情趣呢 阿媳妇 你今天要吃西方干饭还是面条啊 我过会给你做 天天就西方干饭的 你想吃什么你说嘛 我都给你做 那 那就吃玉米烙吧 这个呀 家里没有淀粉了 我过会去买 还得去采个玉米 我没事我去买吧 阿琳阿媳妇 你没有看见我阿媳妇 多了一个线手桌 什么线手桌啊 我没在意也没看到啊 你确定没有看见过吗 你好好闲闲 闲起什么跟我闲 阿媳妇 怎么了呀 什么线手桌啊 没什么没什么 我是着急的问一下 阿媳妇 你赶快问一下小玉怎么回事啊 小玉跟闺蜜去旅游了 不在家里啊 好吧 那我先去买淀粉 慢点啊 真准不到 九玉家里还挺不错 还能做这种事 是啊什么也不错 年纪轻轻 即连拿婆婆的证据 你们在说什么呢 阿琳她说真走走不见了 肯定是她还结婚了的 没有证据 不要胡说八道 人都年纪不到 这就是证据 你们真的是胡说八道 小玉你婆婆记手都掉了 挺急的你有看到吗 天空中繁星点点 心里头有些思念 思念着你的脸 我可以假装看不见 也可以偷偷的想念 直到爱我找到你的我 很简单啊 就是无条件 不在乎八道疯 阿琳的媳妇你好好谢谢 你到底有没有看见我的媳妇 我多了一个新手组 阿姨我真的不清楚呢 你该找的地方都走了吗 家里都昏变了 他们又去留了都联系不上 不然我就不会这么早期去问你 怎么那么巧啊 你新手组不见了 他就去留了 还冷静不着 你的爱结果不简单 你们真的是 人家家里的事情 下一轮什么呢 说不定他自己放哪都忘记了 说不定明天就自己跑出来了 准备下雪后 阿仙啊 你也别太担心了 东西好好的不会丢的 可能在哪放着呢 谁知道我再回去好好找找 你们管好自己吧 阿媳妇我们回去吧 好 阿媳妇 你跟小雨联系了吗 我给她发信息她都没回 你看她婆婆着急的样子 还发什么信息啊 这时候就直接打电话了 婆婆你说的对 我先来打 赶紧打吧 我先去做饭了 好 遇不意外 她被那么轻快 小玉 我回来了 我家都没回 就先给你送特产了 惊不惊喜 开不开心 小玉 你怎么一直关机 你婆婆找不到金手镯 都急坏了 飞机上要求关机 而且我手机也刚好没电了 她的金手镯怎么会找不到呢 她说家里面都方便了 没找到 所以她就来问你 是在怀疑我吗 你也别生气了 小玉啊 你婆婆金手镯丢了 肯定会着急的 你理解一下 你赶快回去帮忙找找 或者想想她会丢在哪 我看清楚你阿吉虎啊 阿吉虎 你理由回来不回家 在这里干嘛 婆婆 阿里和小玉 平时对我们那么好 我理由回来给他们带点特产 不可以吗 可以就可以 我那个金手镯找不到了 是不是在你那里啊 婆婆 你不要什么事情都怀疑我 你有问过你女儿吗 我回来的时候她来过家里 你去打麻将了不在家 她还回来干嘛 我现在就问她 你呢 你没有看见我金手镯 我金手镯不见呢 啊 在我这呢 前两天同学聚会 我带着通门面了 忘记和你说了 有时间我就送回去 说什么事没关系呀 哎 阿媳妇 哎 找到了就好了 我们回去吧 对不住了 我一直打扰你们些 你不用跟我们道歉 和小玉道歉就好了 你赶紧和大家解释清楚 如果我们做婆婆的 家里遇到了点事情 就带头怀疑阿媳妇的 这让阿媳妇在外面 怎么做人呢 家人之间的信任是最基本的 所以我错过了你了 以后有什么事 我第一时间就问你 不要胡说乱讲 你们也不要胡说八道 对不住啊 我们管不住就嘴啊 这是有人提 我一定会解释清楚 我先回去吃饭了啊 阿媳妇 我们也回去了 好 阿媳妇 玉道做好了 过来吃吧 没烤焦 阿媳妇 我来吃了